大家好,我是一文 航母作为海军装备的核心,自然受到极为严密的保护 若想继承一艘被严密保护架的超级航母 那进攻方究竟需要花费多大的金钱代价呢? 不妨来简单的聊聊这一问题 纵观国内网络上的言论 其中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是 以解放军所建立的反介入区域拒绝体系来看 可打击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的价格 约为2000万美元每枚 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的价格为3000万美元每枚 车街人认为 考虑到美军航母打击群护航舰艇的防空反导拦截能力 以及对航母发动攻击时需要至少2-3个攻击波 故发射的导弹数量至少在100-150枚左右才能实现效果 这样算来 机身一艘航母的成本花费大约在30亿美元左右 不过这种算法未免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了 从反介入区域拒绝体系的建立和效能发挥的角度来说 打击航母的手段其实是最末端的一环 真正的难点在于 如何在茫茫大洋上有效发现持续跟踪和锁定敌方航母 唯有保持对敌方航母的持续跟踪和锁定 才能引导反舰武器打击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说 无论是使用高端的反舰弹道导弹 亦或是传统的反舰巡航导弹 打航母的手段并非是最重要的 如何建立发现跟踪锁定引导攻击的体系 并以近乎零延时的加密数据链将其串联起来 才是真正烧闲的地方 在这一体系中 天津卫星系统中的侦察卫星单价在4亿到10亿美元左右 单次发射成本在3000万美元左右 设置在陆地或导航上的陆基远程战略雷达系统 以美国中国给卡塔尔和台湾地区的同类型装备来看 单价在10亿到17亿美元左右 均用加密数据链的价格不明确 但每次加密升级的价格在3000万美元左右 东风26导弹以3000万美元每枚的价格来计算 TEL发射车的价格约合500万美元每辆 而在美军航母打击群 针对反舰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的拦截作战中 成功率始终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以几年前美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联合演练结果来看 在实战条件下 使用标准2和标准3防空导弹 执行反导拦截作战时 成功率在50%左右 即粗略推测约一半左右的反舰弹道导弹会被击落 如此一来 若假设发射100枚东风26导弹 且体系内的其他各类系统和设备都取最低价 那对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发动有效攻击 至少要花费49.6亿美元 要注意的是 这里假定太空中只有一颗振扎卫星 以及只有一套陆基远程战略雷达系统 而在实际作战中 往往需要两到三颗卫星和至少两套远程战略雷达系统 如果还想要实施更大规模和更多批次的导弹打击 那发射的导弹数量也要进一步增加 也就是说 在反介入区域拒织体系下 发动一轮反航母打击的总价格 恐怕不会低于100亿美元 近乎新造一艘8到10万吨起的大型核动力航母 这显然是大国才能玩得起的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